我們就回歸到程式這邊來 那 因為我們寫程式的時候常常會用到一個功能叫做回圈 如果老師以前 回想一下 你第一次開始接觸程式 我們以前小時候應該都是接觸那個VV嘛 對不對 以前我是好像高中的時候才接觸到 那時候高中有上電腦課老師就會教VV 那通常在教回圈 老師的範例是什麼 對 有沒有大家都會 徒讀過九九重八表 雙回圈嗎 對啊就要先說怎麼把那個九九重八列出來 可是如果我們在教九九重八同學就說老師我要下課了 那我們就用這個來做也不錯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怎麼做 我們先感覺一下好了 我的簡報下面我都有提供辦例 有兩個 我通常都會提供兩個 一個是模擬器的 只要模擬器能做到我通常會提供模擬器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那個體驗版 好 那我們就直接看模擬器的就好 所以我們點到模擬器 我們可以先打開 我們先體驗看看 好你打開之後呢 那 在這邊我就直接play一下 各位有沒有感覺 來到醫院 你也就是心跳的感覺 對不對 好那我剛剛用的是一到十 如果你要顛倒過來 我們寫層次最大好處就是 如果 在這邊同學是用塗法煉鋼做動畫的方式 一到十他覺得可以接受 但是你叫他算到一到九十九 他就要瘋了 對不對 動畫方式就不行 這時候寫層次比較方便 所以我們就帶到 負回圈這邊 這樣的概念 那我顯示 上面呢 還會帶到一個功能 叫做變數 因為我們既然有負回圈 代表這個數字 不會是固定的嘛 所以是不是要帶到變數的概念 變數的概念 那當然我們又加上了什麼 風靈氣是不是有加上聲音 這樣就會更有感覺 所以小朋友就很喜歡把這個數字 變成短 讓你比較緊張一點 這樣OK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個 怎麼做呢 您可以到這邊 剛剛這邊 還是老子都直接打開就好 反正這個 大家知道了 我只要跟你講 他積木在哪邊就好了 可以啦 你就打開那個模擬器 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負回圈是在這裡 基本功能裡面 有一個回圈 那回圈裡面就很多 你要重複幾次 這一種 也有這一種 也有這一種 那我們要的就是這個 要的這個 因為他會幫我們 做一個什麼 變數 做一個變數 自動建一個 那因為我剛剛有i了 所以這邊就變成這個 好 那 在block裡面 只要變數有了 就是他層次級模有用到 你會發現在變數裡面 也會找到相對應的 有沒有 相對應的 就是我裡面有幾個變數名稱 這裡就會有幾個變數名稱 可以用 我們要顯示的話 你看 你可以從0到1 從10 如果你要倒數 就是10到1 這樣每個有多少 你可以用1就好了 也可以用-1 都可以 因為如果他發現前面數字比較大 後面比較小 這個鍵給他就變成-1 所以你這邊給他1或-1都OK 那我們 LED點舉正要顯示的時候就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要顯示的 1到10 這些是不是數字 所以這個程式最容易錯的就是這裡沒有 類別 直接把i帶進來 這樣是不是有一定錯 就顯示不出來 最主要就是插在這裡 所以他必須要能夠 先來這邊 先幫我們的 LT點舉正 你要顯示數字 這個先丟出來 有沒有 先丟出來 然後我把後面這個99 是不是就拿掉 去找我們這個變數裡面的i 來做代替 像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數字就會一直被帶進來 直到不符合這個條件為止 然後我們播放這個聲音應該就沒問題 但是 另外一個可能會失敗的 也不能說他失敗啦 結果看不到那個動畫效果 就是沒有加上等待 因為程式執行時是很快 所以我們這邊等待是讓你的眼睛有時間去看到 看到他那個內容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等待呢 不是Flagging基本的功能 它是屬於進階功能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等待的積目 所以 等待你要從這裡找 要會找到這裡 他等於說我播了一個聲音之後 等一秒 再播第2個第3個第4個 再連續播14 這樣子 好 這樣老師OK的嗎 可以了對不對 那有這個之後 我們就有延伸題喔 我禮拜三已經跟蓮老師預約好了 他說OKOK 有嗎 你那天有說 預約什麼 蛤 有啊有啊 我們有 我們有預約啊 我有跟你預約 這黃老師 發過很多次啊 所以就不用看 還是你要換他 來我們看 21月這裡 因為 Webduno 他也可以 就是 呼叫那個 YouTube的影片 今天人不多啦 所以你沒有很犧牲 我昨天才跳過 去苗栗高尚跳的 你想到了齁 你有簽名蓋上你忘記了啦 來我們看一下 老師簡報20月裡面打開 那 這裡啊 我有放幾個版本 一個是R版的 這個團體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但是 我跟你講 過年的時候常聽到他們的歌 他有一個Happy New Year 那妖怪手錶 也應該蠻多人聽過的 那妖怪手錶之後 最近那個 前 應該是去年跟前年流行的是那個 鯊魚哥嘛 這些都還蠻適合的 都還蠻適合的 我們找 最下面這個版本 瀏覽 那個模擬器的版本 用模擬器就好了 等一下我們就把號碼直接換掉就可以了 對不對 你的上面就會亮了 我把模擬器這個打開 好 那我先把層次碼 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我們在這邊 這裡 他 有一個 載入YouTube的這個 積木 讓他可以載入 可以是單一影片 也可以是播放清單 如果說有真的比較多的話 因為大家應該有發現 我們的風雲器 可不會唱歌 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他發出來是單音 對不對 比較像我們那個 就是玩具的那一種 你今天要真正像唱歌或者是那個樂器合奏 其實是沒辦法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YouTube來 彌補這一塊的不足 讓我們的聲音有比較多變化 這樣子 好 但是呢 老師要留意一下 我們 如果是直接把影片展進來之後 他預設就會馬上播放 那因為我希望 他有一個倒數計時 結束之後才播放 比如說我們過年啦 跨年要倒數計時啦 PARTY是不是要倒數計時 準備開始 那所以我就會有一個 先把它做一個暫停 那老師這邊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暫停跟停止有什麼不一樣 暫停跟停止 播放沒問題就播嘛 但是我有暫停的時候 雖然都是平 可是當我再繼續播下去 這個時候 兩個就不一樣 如果是停止 他會從頭開始播 如果是 先按暫停 再按播放 他會從剛剛暫停的地方 繼續播下去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有些影片 並不是一開頭 就是我們要的地方 所以呢 我必須要讓他先 就先停下來之後 等一下我們在後面 你看我從這邊 是不是開始倒數5秒鐘 對不對 5秒鐘完了之後 我就告訴他 影片可以準備播放了 但是要從哪裡播 第14秒開始播 當然這兩個也可以編倒過來 就先前往14秒再播 意思一樣 但是老師要留意一下 這個範例 目前 iPhone上 iPhone上面的話 控制播放的部分會有問題 倒數計時 倒數計時或者是 影片載入都OK 但是就是 時間到了他不會播 Android的應該沒問題 這是昨天測試的時候發現的 好像是iPhone 那個Supply有更新吧 之前可以要 後來好像就不行 那我們就實際來 試看看囉 好 天老師你準備好了嗎 沒有 真的 真的啦 真的啦 那個 我們兩個加起來 加上他 就只有三位觀眾而已 先從小的練習 這樣練習 膽子大了之後 你在整班了 就跳得很自在 我已經跳N次了 黃老師 有沒有看過我跳N次 來你看一下 我們在哪裡會看到YouTube影片 來各位 這個是WebDuno的燒飛裡面的功能 就是互動 所以你燒飛要打開喔 錄影 那個 那個領導師會說錄影我會 你看這裡 網頁互動方式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YouTuber 對就是要切到這裡 好所以 林老師我們兩個預備吧 我已經把你把網路攝影機準備好 我們兩個 連妹攜手 真的啦 我認真的 因為我的網路攝影機 會為我們兩個 自動後退 你來試看看 我們今天是來測試那個 網路攝影機的功能 你看兩個人進來的時候 有沒有 網路攝影機好進來 他會 有沒有感覺 他會自動切換 對對對 這個影片你有看過嗎 我剛剛談 喔太好了 因為你們家現在有小朋友 適合這個年齡 對不對 回去 我等一下把影片播給他 來看 這個 這個 這個真的 要練一下 要練一下 有沒有 我都會倒紅錢喔 這個 這個才是重點 這個才有運動效果 真的 這是 歐夫 爸爸媽媽去上場平班 他們有跳這個 真的 這樣OK啦 OK 這樣有沒有感覺的 這個是娛樂用的 但是我們把倒數計時 就可以用到這邊 這樣播那個聲音效果會比較好 比我們單純的剛剛去醫院的感覺好一點 我們就是把情境帶到 所以這個是 給老師看一下 我們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做 這個應該不會最後在成果展 這樣列出來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反正有錄雲 好 這樣OK